预防流感很多长辈都知道接种疫苗 但冬天和春天同样也是肺炎烈球菌的耗发季节 尤其病菌容易经由飞沫传播潜伏在鼻腔内 65岁以上的年长者或是慢性病患者 容易在免疫力降低时发病 甚至造成严重并发症 可能有一些呼吸道的感染感冒流感 甚至是你本身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 它就可能会变成一些清奇性的感染 甚至诱发一些肺炎 脑膜炎 菌血症 甚至造成一些败血症的丧命 肺炎从105年开始 已经要升全国十大死因第三位 初期可能出现发烧 咳嗽和头痛等症状 常被误认为感冒而延误就医 要有效预防感染侵袭性肺炎烈球菌 除了戴口罩 勤洗手 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 一日起开始凭着文山区的专属明镜片 到8月底子 那我们在文山区的19家的 合约医疗院所的话 接种完就可以兑换酱油煮一盒 鼓励民众接种疫苗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汉木炸中税庙合作 提供酱油煮礼盒 送给施打疫苗的市民朋友 鼓励民众尽早施打 提升自我保护力 同时守护家人健康 记者邱盛明台北报道 这次来自我保护力都不错了 我保护力都不错了